南美洲智利的原住民族人 Mabuche族人 长久以来失去土地 那么在过去 原住民族人聚集在一起 成立部落 在土地上生活 不过如果当土地流失 其实早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 Mabuche族人 就是智利地区的原住民族人 但是现在人口 只剩下不到全国人口的10% 属于Mabuche所拥有的土地 也只占全国的5% 智利政府说 原本政府就有打算 要向民间买回土地 还给原住民 不过地价上涨 导致这个美意 挚爱难行 只强调说 政府已经还了 65万公顷的土地 给超过100个部落 的Mabuche原住民族人了 那么到了2010年的3月 换了一位新总统 开始鼓励原住民族人 迁移到都市 要原住民族人 离开祖先的土地 但Mabuche族人 依然不断地 在国内跟国际之间抗议 誓死要捍卫土地 除此之外 也有人不断地透过 举行传统仪式的方式 要告诉自己的后代 部落的概念是什么 土地的概念是什么 这是位于南美洲智利的沿海 是一个面对大海为生的民族 Mabuche族人正在举行一个 Mabuche族语称为Baline的仪式 Yan Newe部落的Mabuche族人 迎接另外一个 Yagwe Bui部落的族人 也来到现场 手上拿着当地 才有的树叶 称为Maki 妇女敲击着谷 在Mabuche的土地上 会由好几个家庭 组成部落 Mabuche族语 把部落称为Lof La definición de lo que significa el concepto de Lof para nosotros que historicamente la sociedad chilena occidental ese concepto de Lof lo fue desplazando ylo fue reemplazando por la palabra comunidad el concepto de Lof entonces mucho más amplio abarca mucho más seres no solamente a las personas com tal sino otros seres vivos que viven cotidianamente en nuestro diario vivir en el Mapuche 今天这个部落 Lof 要迎接 另外一个部落来访 Mabuche族人 刻意举行 这样的社交仪式 因为Mabuche族人 可能会因为 伴随着 失去土地 连部落 Lof 的概念 都要消失 这一大片土地 是Mabuche族人的传统领域 智利自从脱离西班牙 独立建国之后 在没有经过Mabuche族人 同意之下 政府片面地将Mabuche族人的土地 划入领土范围 并且占据这些土地 然后卖给私人财团 过去一百多年来 Mabuche族人多次向智利政府 争取归还土地 但智利政府却始终拒绝回应Mabuche族人的诉求 并且以对抗恐怖主义的名义 镇压Mabuche族人的抗争行动 另外一个部落的领导人也心有所感 因为长久以来土地大量流失 导致下一代有可能失去 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能力跟知识 连部落的地名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 土地与延续Mabuche族的文化息息相关 老人家讲述土地的历史 两个人正在回顾这一片被称为Glindin的山丘的地名 到底是怎么来的 是什么 那么 within啊 大家在等下 或者说 我是自己的 有时 跟起 tôi 语言 他 对 是我 1960年 智利西部太平洋沿岸 发生规模9.5的大地震 发生在1960年的5月22号 是观测史上 记录到规模最大的地震 人祸加上天灾 土地快要流失 马布切族的后代 逃离灾难的现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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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各地的一家和別人的家和別人 是否有些人的家和別人 我和你一起去 我和你一起去 我跟他一起去 我每天都沒有人 我從來都沒有人 我和你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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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回到這塊土地 兩個部落的族人相見 傳統上在Mabuche的社會中 只要有部落之間要進行戰爭 之前就必須先進行這種 稱為Baline的儀式 看起來很像曲棍球比賽 但這是Mabuche族部落之間 化解衝突的儀式 希望透過這樣的儀式 化干戈為玉帛不要打戰 由許多部落Lof組成的群 Rave也是一個建立在土地上的概念 分佈在這個地區的Mabuche族人是靠海的民族 跟大海土地共生共存 但是土地不斷地流失 從土地衍生出來的生存智慧跟文化也正在消失 除了來自兩個不同傳統領域上的部落的社交儀式繼續進行 婦女的編織也訴說了許多關於土地的秘密 在土地上放養的綿羊產生的羊毛成為Mabuche族人保暖的衣物 不過編織的圖騰象徵來自不同傳統領域的士族跟土地 我們以為去世的族會被取得更多的羊毛 因為我們都沒有所謂的民族 因為我們都沒有所謂的民族 因為我們全部都沒有所謂的民族 如果我們自己不存在的民族 如果他們有所謂的民族 那他們有所謂的民族 因為我們都沒有所謂的民族 因為我們都沒有所謂的民族 那是民族的民族 有守居所謂的民族 編織土地的故事 傳承土地上生存的智慧 法令活動照樣進行 不斷失去土地的民族 透過在土地上活動的傳統儀式 要告訴自己的後代 不要忘記 這是自己的土地不能遺忘 記者Glas Helado Carlos 在智利的採訪報導 發生的明星 輸入聚